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等各项法令 那我方一再呼吁中共应该避免阻碍两岸良性互动 制造两岸人员往来的障碍 可惜中共依然一意孤行 在6月21号发布所谓的意见 进一步提高了国人赴陆港澳的人身安全风险 那陆委会要再度提醒国人 应该慎思赴陆港澳之必要性 但是如果的确有赴陆港澳的需求 建议应该避免触及或讨论敏感议题 避免拍摄港口、机场、军事演习场所 避免攜带政治、历史、宗教等书籍 相关资讯可参考本会的网站 那刚刚提到的陆委会官网 本会在首页就会有一张大图 来提醒国人赴陆港澳要注意人身安全 也会持续更新内容 大家点进去以后 如果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追及的一些案例 那也再次提醒国人 如果真的有需要前往陆港澳 务必要登陆我们陆委会的系统 谢谢 好 谢谢副主委以上的说明 那我们手上也有纸本 请同仁提供各位参考 那也寄送到各位的信箱 那可以听到的 陆委会也表示到中国旅游的提升橙色的预警 那也呼吁民众要审慎思考到中港澳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 如果真的必要的话 去到那边也要避免谈到敏感的事情